為了推廣元宵節文化 臺灣觀光署從90年代開辦臺灣燈會活動 後來更漸漸成為國際級重要年度活動之一 週四 臺灣觀光署駐洛杉磯辦事處 與南加州申蓋博士簽署 觀光交流合作及製贈元宵節花燈一項書 希望透過在新年期間展出臺灣元宵花燈 宣傳臺灣燈會 中長期的一個合作的意向 那這麼多年來我們在臺灣燈會的推廣上 也獲得很多國際媒體的讚譽 包括Discovery稱它是 MOST FANTASTIC FESTIBLE IN THE WORLD 那也有很多國際媒體稱它是 沒有雲霄會車的迪士尼樂園 那我們會以每一年為主題來挑選 讓這個挑過的燈會組成一個臺灣燈區 我們希望能夠把這個花燈最好的一個區域 未來都留給我們的這個臺灣觀光署 在這個地方舉辦活動 但我們希望說他們也能夠透過我們這個活動的舉辦 能夠推展他們更多人喜歡臺灣的觀光 目前花燈挑選作業正在進行中 預計最快在2025年2月元宵節前後 正式落腳申蓋博士展出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郭曰熙 王滋毅 加州尚蓋博士採訪報導 在這首澤民電視臺記者 李宗祝